记者张忠义高雄报道,连续七年都拿下全国有洋体操冠军,目前就读高雄琳雅国中五到八一年级的江宜珍,征战国外传捷报,前晚再遇归国。 两位13岁的少女来自高雄的宜珍跟来自熊本的星海一同组队在今年2月9日、10日参加美国JAMFest Pond Super Nationals大赛。 在Junia军事双人组项目拿下第一名的好成绩,从小就很喜欢体操的江宜珍,在小学一年级时就已经开始学习体操运动,就读中正国小的六年间,直到现在已是林雅国中五到八的国一生,连续七年都在全国有洋体操警标赛夺冠,并征战国内外大小赛事。 在小四,小五又开始学国标舞的一针,甚至曾和哥哥江一红组队参加电视节目《武力全开争夺小小舞王舞后》。 在体操界展露头小的江一针,去年八月间,姻缘巧合在日本体操教练的邀请下和来自日本, 曾获2015美国JAMFest个人组第三名的日本女孩中村星海组队,一起挑战美国JAMFest on Super Nationals大赛Junia军事双人组项目。 去年十月,十一月通过主办单位影片审查后,两人就当起空中飞人,轮流在台湾。 日本两地练舞培养默契,两人首次合作,就顺利夺冠。 从小学一年级就一直陪着一针成长至今的指导教练张景雅,过去也是一名发光发热的台湾体操国手。 他说,东方人的表现方式都较为内敛,西方的外放和自信展现,很值得我们去学习。 一针这次前往美国参加JAMFest大赛,对她是很棒的体验,学会展现自己,在未来各领域相信都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张景雅指出,一针从小的筋骨就很硬,为了增进柔软度,每天都要确实拉筋。 常常压得太痛而哭出来,但她很肯吃苦,人是不放弃撑过来了。 这次一针能在美国JAMFest拿到这么好的成绩,让她予有容颜,希望一针能以此为契机。 有恐多的机会到国外参与国际赛,但张景雅也提到台湾体育环境资源较欠缺。 体操又细分位有洋体操、韵律体操、竞技体操等项目得到的资源就更少了。 希望大家能多关注体操运动。